成都的特点 有没有就是可以在不透露电影细节的情况下 可以说一些成都跟这个电影结合了之后 比较有魅力的几个发光点在哪里 好吃了 美食 火锅 对 还有生活的态度 对这个 你姐说的特别好 生活的态度 终于在成都当时感觉是什么样的魅力 就是在拍这个戏的时候 我觉得很亲切 亲切 然后很放松 金刚呢 在成都 我觉得很亲切 很放松 今天是复制女儿的话 我觉得很温暖 而且那一段时间 天气也好 人也好 这么一个温馨的一个温暖的一个摄制组 拍这么一个温馨的一个电影 然后还多了一条可爱的狗 就感觉很舒服 而且一帮重感情的人走在一起 拍一个情感的戏 就觉得它是一件特别对的事 旁边呢 就是这次去成都 什么感觉 我觉得 很惬意 然后 很放松 很舒服 因为在那边确实很好吃 但因为我很容易胖 所以我也没敢太多的去吃 然后 龙哥这次去成都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龙仔 龙仔 有感觉什么感受 就是感觉我第一次去成都 就是感受到了这种生活的态度 温馨啊 微醺啊 这种感觉 就是很舒适 感觉到那个整个人放松了 就喜欢他那个街角 就感觉就是当时成都那首歌里 感觉街头小巷 都是很 很 那就这才叫做生活 好像那会就抛掉了工作 所以导致我那会有点胖 有点胖 有点胖了 整个剧组就是 就是那个就是吃的就多了点 太好了 嗯 那好 那我们现在开始直播间已经 朋友们都已经进来了 那大家有关注到我们今天主唱 有说给我们的第一波大福利 就是给大家送电影票 然后呢我们就是把我们的slogan 打在我们抖音的屏幕上面 爱在一起 然后由我们几位主唱老师 一起喊三二一停的时候 被截屏的六位小伙伴 就可以收到我们的六张 再见李可乐的电影票 大家准备好了吗 来我们可以再进一些人 我们可以回答 好了 好支持抖音啊 谢谢 我以为六十张 六百张六张 六 我以为六万张 六张 爱在一起的那个在是再见的在 我们再见李可乐 对 大家可以看到到我们slogan 那个g1上面的那个在 是再见的那个在 对 来爱在一起 来 几位老师准备好 三二一起喊停哦 来 我们的工作人员可以对一下屏幕 OK 来准备好 来 三二一 爱在一起 你们先喊停好吧 来 爱在一起 然后你们三二一停 行吗 来 爱在一起 三二一 对上了哈 来 这我们成都的态度啊 哈哈哈哈 我以为你action 好 那接着我们这边的到时候会我们工作人员私信我们的后台 然后给大家呃对因为都是没有呆后对的 所以我们就暂时不让大家直接写出我们的那个小助手会在后台直接提醒大家 恭喜六位幸运的小伙伴 然后呢其实今天我们还是想大家来到抖音场还是偏氛围开心温暖一点 我们就直接会有一个跟电影相关的小游戏就直接上了号 很简单就是李可乐里有什么但是不可以剧透 对就是李可乐这个电影相关的游戏就要拍手对 就是李可乐里有什么 然后你要接一个比如说我先说一个李可乐里 你不能说 你说完了我们说什么 对 这词会量 而且是不可以剧透电影里面的关键情节线索的只能够是一些物品 我说一个吧就是就一个很简单的 李可乐里有什么 有黄金 就这个意思 他最想说的被你说了 那咱们的顺势是从哪边开始 大家觉得第一个肯定是最有福气的 因为都没有人讲过 这吧 从这 李姐弟弟弟就是王姐松明然后金哥 然后接着唐姐导演 你觉得这么绕吧 这么绕 那从金哥开始 从你这开始 从一姐开始然后到龙仔 然后接着导演这么顺过来 龙仔 龙仔 那就来不可以断节奏的不可以断节奏对 李可乐里有什么有黄金 李可乐里有什么有黄 有龙仔 有龙仔 完了完了 我这断了 你断了就得那个就是有惩罚了 什么惩罚 买一万张票 买一万张票 我看我怪不得六张就六万张这么凑上来了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两个就只能你拿选一 你抽一个 你别太远了 你抽一个 你从丁哥手上抽一个 岳父给给一个吧 我听岳父的 嗯 好多听话 我这做三张鬼脸 对对这 我本身就是一个 哈哈哈哈 三三个 来三一二三 三一二三 好 OK 好 来继续 你命给自己加表情包 哈哈哈哈 哎呀 我应该来个这个 哈哈哈哈 这个像表情包 你那你要做给脸 哈哈哈哈 表情包有点多 来 那就要从龙仔娘开始接 好 来 三二一 开始搭配定打击 李可乐里有什么 有可乐 李可乐里有什么 有滑板 李可乐里有什么 有王小烈 哈哈哈哈 这不押韵了 而且 就是要电影里面的相关 物品 导演是物品吗 哈哈哈哈 也可以是 这么理解 你选一个 是什么 可以给他们看一下 我好像在场 那我刚才的课了 刚才就对 就让唐姐换一个人做 你也可以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我在想 做糙 做糙 可乐 没看见是坐操 就是特别随意 特别成都的态度感觉 他很投入 我喜欢宁姐坐旁边休息 那个挺好的 他是跟一个跳操的一个节目 他跳不动了 人家都在前面这样的 他在后面自己跳自己的 好 那那就说回来了 你模仿 你姐你姐认可了吗 认可 认可 好 那桃姐就开始到你了 来 李可乐里有什么 常物 你再来一个吧 你三张全让你用了 一万张票 李可乐里有什么 有狗 小 小小小 他不过这个 过了 李可乐里有什么 有火锅 节奏 节奏 节奏是不是 你确实乱了 那狗无敌 他狗像我活 活 我们再重新打一次节奏 来吧 贝奇 贝奇 贝奇有神吗 有火爆 耶 李可乐李有神吗 有串串 对 这事接上了是吧 嗯 接上了 小 好 那就是第一个 这个那么无奈 行 好 我就想要有人做那惩罚 其实 你 那我们就正常的顺一遍 不可以就是在 就是那个走后门了啊 然后还是从你姐开始 就是要换了 然后 可以下一项了吧 下一项吧 大家 我们这个节奏感 都不是一个风格的 就是我们只能是 所有人都学你姐 要不我们一起都学个你姐吧 对吧 学个你姐 然后 对对 就结束 可以吗 可以 工作人员说可以 谁说的可以 下一个是吧 那就直接说就下一个 还得利可乐李有神吗 我看看 你看这个就得怎么学 哈哈哈哈 已经下一个内容 已经下一个内容了 你姐 你姐可以下一个内容了 然后刚才 刚才有提到 就是大幕里面好多人说 你今天对着镜头很美 然后接着不要再微醺了 一定要跟紧小娱乐的节奏 你看你 你对着镜头有多不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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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接着 那这个大家都知道 这个电影是跟狗狗有关嘛 然后肯定大家 对狗狗也会去 尽量的去学了一些知识 那我们今天其实很简单这个题 就是想让大家认一下狗狗的品种 嗯 这个我知道对松语来说不难 所以我们松语你觉得从谁先开始 呃 妞儿姐 妞儿姐 我 你给他们看一眼 这是松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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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姐那不是松语 哦 你再猜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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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松鼠 再猜一个 你刚说了 我刚才说了 我都同门告诉你 你也给 这是松韵 这个是 松韵爸爸这个 这个是金毛 哦 好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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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哈哈哈哈 可以虚勉 虚勉到这种程度 哈哈哈哈 哈哈哈 真是太远了 这个 你们没有看到 你姐厉害的一片 这个真的很厉害 这是我的 这个是你的 你的好厉害 这是松诗 啊对 这个是萨摩耶吗 另外一个呢 这个啊 这个松诗 哈哈 好不肯定 这是 这是 你这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学的说是吗 我觉得这可以把它染成那个黑白色 哦是 是松诗 松诗 大摩耶 大摩耶 然后下一张 来 金哥 对 对 下一张是金哥 哈哈哈 金哥应该是藏偶 哎呦我这个媳妇啊 哦 哦 哦 大家可以别在弹幕打一下 是什么 这哥猜出来了 这哥猜出来了 这跟你挺像的 哈哈哈哈哈哈 要不就叫吴京 哈哈哈哈 这个左边 哈尔齐 哈尔齐 右边 这是 谭松语 这是哈尔齐啊 这是哈尔齐 谭松语的吗 嗯 右边 我说吗 说 我提醒你四个字 四个字 四个字 地名 啊 好多多 哦 安拉斯加 哦 李玉玉 哇 李玉玉 好厉害 我都被我刺激 好厉害呀 哈哈 李玉玉 哈哈 好厉害呀 好厉害呀 这后一张就是后面的一起了 可以了啊 我教演 导演来吧 导演你猜得出来 导演肯定知道了 导演肯定熟 我就不猜了 他们猜 这个第一个是小黄 我也觉得是土狗 对吧 土狗 他有一个五个字的名字 中华田圆犬 这个 中华 中华 对 然后 柴犬 柴犬 豆犬 是柴犬 柴犬 柴犬还是 秋田 秋田它也叫柴犬 柴犬 柴犬 它就是柴犬 大家俩人一个品种 我还是姐姐跟她像 对 这个说我又像了姐 哪有就像 那个柴犬像 好了 没了 也做对了 好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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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很难 得她猜出来 好厉害 好厉害 你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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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ymond 您 tunes 跟我们抖音的朋友要一个福利 可以要送送送 好的 所以就非常大方的说送 那我们还是按老规矩 就是我们直接打一个 12月1日不见不散再见李可乐 这些这句话的 然后前六位的 然后我们来送出我们李可乐的祖福好吗 12月1日再见 这几个字大家一块说吗 对大家一块 然后正好说完的时候 我们就结一个庭 然后结六个有迷朋友们 然后送出这六个 有那个不见不散吗 我觉得这句话对我们来说 可能到六点 那你们就用最简单的一句 12月1日再见李可乐上映 这样是吗 好好好 来这个可以整齐来 我ok了吗 我ok了 来321 12月1日再见李可乐上映 好看 我们是谁 来 姐好了吗 姐好了 ok ok 来我们的六个眼神 会在后台自信 给我们的宝宝们送出我们的这个主符 我也不想看弹幕秀 但是 他们说 说我吗 没事 真大眼睛好 来我们下一个 睡醒吗 睡醒了 睡醒了 可能你在宋宇旁边显的眼睛稍微的眯了一点 他眼睛 你怎么拉踩你 我没有 来我们下一个 就是我们这个是关于电影的一些就是问题的QA了 然后呢 但是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几个表情包 如果你们觉得就是对方的回答是符合你们内心的哪个状态都可以举牌 来说他对这个的回答 然后表情包不能选自己 只能选别人 你们分还是我们自己 你们自己选 自己选 只要不是自己 我们就忙 这个是导演您选好的 这是导演的 导演您提前选好的 哎呦我要这个 哎我要这个 恶狼袍相 行这给我 怎么多一个 没多呀 这都齐好了是吧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关于这个电影的这些QA了 这也太棒了 太好笑了 我把这个 待会都说 他开的车 你你你你你反过来 你别你别就这样放出来了 对对你要这样子 你待会再再举牌啊 来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抖音关斗 其实有很多的素材 有一个就是说 松韵这次圆了金哥的女儿梦 但是呢 然后还感觉金哥拍这个戏不过瘾 同时呢 当时还在片场给他讲了一个哼哼哈哈的打戏 然后呢 就是你要不要看一下 是不是那个沈云在了他以前的打戏 我们其实做了一个咖啡会见 有 来 给我们几位主唱老师看一下 看得到吗 我也想看 哇哦 哎呦 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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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哎呦 你能这么那么厉害啊 哦呦 你能这么那么厉害啊 这是我的 你的青春 我的白眼光 你的青春 我的白眼光 你还真的可以耶 我有变 我就是 演武堂见了 是 是同样的 哎呀 对了对了 这个感觉 这个把戏的同步感觉怎么样 厉害厉害厉害 他问我在干什么 因为我在弄英武堂的那个前期筹备的事情 但是 等于是试课的 说英武堂干嘛呢 我说 就是让一些想成为动作演员的这些年轻演员到这边去学习 就自己打自己摔自己演员 他说我要去 我说 你要去 我说 我说 你为什么要去 你看就这么一个乖巧的女孩去 打那种 而且要自己摔 我们砸桌子都是自己那种做的事情 为什么他说 他说他喜欢打戏 所以我就觉得当时很诧异 我说 那英武堂欢迎你随时来嘛 有幸能演他的爸爸 然后那 给女儿的福利嘛 英武堂随时欢迎你 然后就是 你想想后来紧接着就拍的那个 跑回来 就是 拥抱 然后一走脖子 咔就弄过去 那个 我觉得他的整体协商能力很强 对 但是那个其实 其实那个动作 也跟狗一样 就是你说可乐去扑你 也是因为你说扑你 我想说 就见过爸爸 就直接 这么一扑 咔就走那个 也是一个小小的铺牌嘛 那种 但是我真没想到 他真可以 银武堂欢迎你 好的 谢谢 真的真的 我觉得 刚才我看他那个动作 我以前也觉得他有兴趣 但你刚才看到他那个 那个这个 那些动作是吧 对 完全没有问题 去那 去那试试呗 真的真的 就是有点苦 银武堂 有点苦 你要接受这个邀请吗 接受吗 这个苦 我是一个怕苦的人吗 你不怕 我是 带点糖去就好吧 带点糖去 好会接 带点下个糖去 带点下个糖去 接上了 可以可以 好 发生了什么 好 那接着 下一个 下一个可以是关于你姐的了 在抖音也是一条很火的关斗视频 山巴掌那个 就是特别有意思的话 就是在那里沉浸式山巴掌当时 就是大家网友蜡评啊 蜡评 就是需要就是让导演要给人家钱 不行 要从你姐的片首里扣 然后你姐怎么想 我跟那个黄飞老师 我跟他的原本就很神奇 我拍上一个戏也是打他的 对 人有时候就是 人有时候跟演员的缘分 也不知道谁注定下来的 这就是我跟他之间的缘分 他说发生了什么 发生了什么 所以我也想说非常感谢他 是因为演员之间还有信任嘛 对吧 那 我也 虽然我 我当时第一次想的是 我说第一次要演的真了 可能就过了 可是没想到我们 就来了好多次 这样 因为我觉得真的是有点 我真的把那个黄飞老师打得 是非常非常重的 这个我觉得 好 因为当时应该要跟那个金哥 再学几个就是真假之间的这个 东西就好了 加了很多力量 你 哎呀 这个我想跟黄飞老师说一声 谢谢他 谢谢他对我的信任 嗯 两位都是好演员 那场戏很有爆发力 但是当时 因为他还是需要用那个穿鱼话 去讲出来 对对对 那场戏其实最好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用了四川话 把那个东西讲出来 如果要是说那个 其实就是说让他这个人有趣味了 刚好他 又让他在四川那个当地一下 就让他觉得这个人 就他有很示警的东西 所以一下子就会 观众就会原谅我的那个 好像去打人吧 或者那种什么 是吧 你去大家就觉得是战狼来了 贼贼劲儿 那个我也是津津有味 哈哈哈哈 你也是津津 后面都没有举牌的时刻 听完了你几个回音 怎么没人 啊 他这个这个心累 替黄飞老师说 黄飞老师说 黄飞老师心累 黄飞老师心累 好那接着 想看严谨老师扇巴掌的话 那就 啊 这个接上了 对想看严谨老师扇巴掌 用巴掌来迎接你 邀请看 邀请来看再见李可乐 那接着就是还有说到 其实大家再说 刚刚我们也有玩游戏 其实第一个想到的词是黄金 然后一年三十克 然后是七百二十克 金价是多少 你也知道吗 现在的金价 可以折算出来吗 这个咱咋能知道呢 不知道 有谁知道现在金价的吗 就是实际上 它其实是很珍贵的一个数字 都不知道 珍贵是吧 但它确实挺贵的 真挺贵 460万 哦 600多 460 460 460 今天的金价是480 480 对 乘以720 哇 然后如果是买成品金 就是因为它是那种制作好的手工金 是600的金价 就是去荆州府那些的金店的话 现在对 所以其实折算下来是多少钱你解 720克乘以 三十万 三十万 具体 这还难得算 我们平时都得拿计算器 这样 就是一个反应 都没有新算出来的 就算算不算 就 好的 龙仔您说对 来 那我们 那接着就是 这个又是金价有味 这张表情包的初心 很好 金价的表情包 很好用 私下都用 私下 私下都用 我对外也用 那感受到爸爸妈妈的大行了吗 就是这样算下来 我们算一下是三十六万八千八百多 挺贵的就是父母就是都是工薪尖层 所以其实可以从电影里面看出来这种比较质朴的 你因为 因为这个是很多年的 可能在那个年的时候它没有这么多钱 你要拿今天的算和当时的 因为它就是 因为是从小到大的一个 好 它不一样 对 它保值 它保值 它是一个硬通货投资 嗯 就肯定也是为女儿多积累一些嘛 下次我们也可以 等一个朋友也学会了买金子 是可以保值的 那好 那刚刚就是有说到了 其实这里面跟小七的对手系 最多的应该是送运了 然后你就是也有看到就是 它是一个很老既古的这样的存在 包括有一些是 甚至他都可以很好的让导演给他反映喊咖 就是 呃 会有什么感觉吗 就是这次跟小七对系下来 他就是奥斯卡狗 哦 他好像跟他我没有培养过感情 不像中可乐小可乐 他是直接来了就演就拍 然后他真的好像听那种导演的口令 然后 薰犬是只要轻轻告诉他你要这个时候闭好眼睛 别睁 他就闭着眼 别张嘴 他就闭着嘴 你虚弱 他眼神就搭了这 好过 起来了 很神奇 他唯一就是因为他岁数大了 他有一场 他不是这样坐在那儿 在我结婚前的化妆间里 就是时间久了他会坚持不住 包括我们还要碰头 还要去拥抱 除了他身体的这个原因 但是别的他都做得好完美 那导演这个时候都不用举牌吗 就是拍宠物的戏 那我举吧 金金油 不我不知道这个举牌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听完听完就你感觉 你当时拍那个戏会觉得很累吗 就是跟宠物对戏 只有一个 导演没Q的 只有一个比较 比较 比较有压力就是 就是他最后碰头的这个细节 原来我们是没有这样设计的 原来就是拥抱 告别 但是 突然那个陈立志有一天说 能不能碰头 我第一反应 我是觉得非常难 因为狗是一个 前面是一个嘴 伸得很长 他碰头 必须把嘴要勾回来 用脑门去跟人去碰 这个动作完成起来 就有点违反他的生理上的一个 构造的 所以非常难 然后我们就试着做了一下 都很难做到 但是突然有一天 今天我在视频上看到一个养狗的女的主人 跟他的狗 那是一只金毛 碰头碰的特别理想 造型特别好 马上把它发给那个我们的训犬员 然后就从此每天我们出发的时候 我就看着另一个训犬员在家里和这只小七 就是老年可乐 天天坐在院子里边碰头 然后碰一下给个吃的 碰一下给个吃 现去 最后终于把这个完成了 完成了 这场戏其实对 就是金歌手里面的这个就是小七 我不知道就是弹幕里面的朋友们 大家是有谁会认识吗 就是你们有看过小七一路成长了 可以打个一 对我们可以看一下 有没有谁 就是是看过那个小七一路打过来的 还是很多 就是特别是 呃现在的大学生这一代 对都是看着小七长大的 好 这个很默契 非常默契的前面一家人 那接着我就很想知道了 你姐会跟小七对戏会是什么样子的感觉 会有被吓到吗 因为他其实是个大狗 如果不是就是从小就有狗啊 或者有狗家庭 还是会被他的体型所 还是会有一些储 会有吗 就是自己感觉 就是相处下来 对我感觉就是我跟这个狗相处 就像潘燕秋跟这个狗一样 他一开始不是像李延 那么一下子就去触摸他呀 就马上靠近他 我跟他靠近可能是需要 还是需要一个过程 我记得剧组开始让我 让我先去那个 跟他熟悉 然后我记得 我在楼下等他 然后我们慢慢熟悉 我觉得我跟他是有一个熟悉的过程 但是其实有一场戏 可能导演还记得就是 忽然我一回头 我发现那个狗里的狗 就是他向我走来 就那一刻我忽然恍惚了一下 我就因为不是 我们也想象着他可能是另一个陪伴我的 就是我相当于一个化身 那一刻我从那个狗的眼睛里 忽然看到了一种东西 好像我觉得 哎好这个东西真的是很神奇啊 就是我想人的意念是很重要的 好像那一刻的意念 好像那个狗真的能感受到我的一种感觉 然后他就真正的走 靠近我 然后走近我 然后忽然他就爬到我的身上 我觉得那一刻让我一下子也很惊讶嘛 那一刻我才算对狗有了另外的一个认识 是会在这个境界 那蒋文老师呢 就是因为你那场戏 其实是找房间 他在那个松明在你家住宿 然后那个狗的反应很真实 很真实 怎么样当时那场戏在 就是想感觉他比我惊艳感觉 演戏 就是奥斯卡狗 奥斯卡狗太厉害了 就是他他真的很棒 你给他说的准 他就一遍一遍过 我们那个拍了两三遍 都是因为我的原因 然后人家就训练的真的很好 而且你要给他一些指令 我们最重要的是要 这个戏拍的就是可能跳进跳出一下 有时候你要帮助他捏一下 那个小球球的藏在某一个地方 这是一个小技巧 然后会但他每次他都很准 很准 就是我很好奇啊 因为其实 你是在里面跟宠物一起踢吗 然后狗可能会会送你来吃你的醋吗 吃醋了吗 你说系里 对系里 系里当然会 会吃醋 对 因为我们俩坐在沙发上离近一点 狗就立马就窜到我们中间把它顶下去 对 然后我提议带他去绝育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唐界有跟宠物的戏吗 呃 有一场 就是 塔罗的那一块 小狗狗的 对 哦对 足球那一扁一扁 我们在路上遇见他 遇上他 你们这狗是不是找你的 但是那种就没有什么近距离接触嘛 就唯一一个就是他抢我那个塔罗牌 对 就咬的那一张 对他蛮厉害的 我就记得 我忘了谁跟我说的了 他们说成年人演不过小孩 然后说小孩演不过动物 是谁跟我说 我给我给忘了 是吧 哈哈哈 然后我就觉得 哦挺对的 那我们就话说回来 因为其实也接近尾声乐舞的直播 然后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QA 就是大家其实都会有自己的好朋友嘛 因为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些朋友情 如果李可乐上音的话 会想些有哪一位好朋友包场来支持 就是希望他能够第一时间来力挺的 你们可以想一想 我先问松永吧 你会觉得希望是谁 都来 哦都来 嗯嗯 但是我就是我有 让他一定来的有一个人 谁 嗯董晴 啊 我一个好朋友 嗯 就是一定要包场的 至于包多少场咱就看他的表现了 就不说了 好是 你姐呢 我还没想出来 我就再想想 你们先说 和我太多 和我太多 金哥有低 我没想出来的 我再想一想 对对对 我再想想 朋友太多 太多了 啊 我想出来了 我也想出来了 哈哈哈哈 让谢楠来包场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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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哦好亮哦 包多少场也是看楠姐的表现了 包一场吧 还得带着她俩弟弟来是吧 对 对 抱一场 你姐好好持加油的 金哥打好了 你的另外一个妈带俩弟弟来 哈哈 两家都团圆了 那就是 大家都知道了 敬不敬喜 意不意外 对啊 一哥也是一个 特别喜欢宠物的人 对 那我知道 唐姐呢 唐仔 我觉得 千尔大爷吧 因为千尔哥也特别喜欢动物 龙你要谁 我想讲师萌来吧 因为我觉得想他看看这个电影 因为我们两个做这个事情 都是对父亲也有一个 告别的一个东西 希望他看一看 好 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到这了 然后也谢谢我们 再见李可乐的主唱老师们 都来到现场 跟我们的抖音的朋友们交流 然后再见李可乐 将于12月1日 于全国上映 目前正在火热玉秀周 希望大家可以带着自己的朋友 多多来支持这部电影 好 谢谢大家 然后希望我们各位 主唱老师可以跟着我们的镜头 说再见 好 再见 再见